澎湖县长选战历来最竞争 南绿各有两人争取提名 南营已经确定由县长赖峰伟拼连任 民进党则在25日起1点5天 将从晚上6点至10点举办电话民调 陈光复及陈慧玲为了拼出现 连日请来名嘴 台面上政治人物 电话败票修证件 争取最后出现 前县长陈光复除了25日 由绿云立委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说明修改台华轮经过 希望乡亲配合光复争取舒适 安全快速回家的路 也争取中央补助台华轮游资 提高观光客搭乘意愿 将会澎湖乡亲传票六折以下 昨日再邀请到电视论坛名嘴 王瑞德底棚站台 跨海支持陈光复举行 乡亲座谈会并且沿街拜票 我身体善良 那时候东西全台湾的社会方式 做最好的就是说 学生营养午餐都没必要是我 大学生一年一万是我 建华金三千一万也是我 我身体善良 我有劲励 有劲励 有劲励 我来服务乡亲 处理内心 我一年加2万7千元免费的逃亡 6千元免费的逃亡 我想 我的早上 我的对观工85万到120万 我有劲励 5万 还可以让我为乡亲 有机会 又在一边来服务 刚才王大哥说的 观工客人来 脱海料育 带着准 管理我们乡亲 这也是要我们做的 我们共和台独 要这样来照顾乡亲 名嘴王瑞德表示 把鱼赶回来 让澎湖游场重新回到海的故乡 对中国的抽沙船要赶出去 不能够亲门踏户到澎湖 把海沙抽完 我们海底的改变没有疑惑 光复澎湖特来捧支持 澎湖是海的故乡 所以能包括对中国的海沙船 海巡 我知道海巡署的海巡人员 已经很辛苦了 但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鱼要赶回来 但是中国抽沙船要把它赶出去 很简单 一艘不留 不能让他们亲门踏户到 我们这个时候 高雄跟澎湖中间这里有没有 台湾海滩 台湾沙船这里 去抽我们的海沙 抽沙了整个海底全部都改变 所以造成捏不虚嘛 对吧 很简单嘛 所以呢 雨赶回来 雨找回来 荣耀找回来 幸福找回来 然后呢 光顧澎湖 然后把中国的抽沙船赶出去 那么 首当其冲就是要拜托大家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民进党在做的 他的朋友管理好说 年年初选民调 还是要请大家支持他 因为他是一个真优秀 然后呢 他给澎湖的这个 所谓的福利也是最多的 晨光复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隶属过往四年内的施政 包含学生营养午餐 大学生交通补助 敬老金 一年减2700个免费头发 6000个学生免费教英文 招商 观光人数从85万至120万人等等 也坚定表示有能力 会以坚定的能力来照顾澎湖 记者王海龙报导